为了改善部落文化风貌特色 兽林乡公所今年获得内政部补助 精进城镇风貌改造工程 针对兽林村和景美村进行改造 为了做好事前的沟通作业 兽林乡长王玫瑰邀及两村村长 来听取顾问公司的简报内容 并在第一阶段的说明 建立好事前的沟通作业 新闻乡长王玫瑰表示 上年之后就积极向内政部 争取城镇风貌改善工程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 今年获得内政部的补助 针对秀林村和景美村进行改造 同时也前往这两个村进行说明 由公司和村长一起来讨论 事情的规划内容 因为我们今年初 获得中央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核定了我们秀林村及景美村 社区风貌改善工程的计划 所以今天早上十点在秀林村 大概也讨论出 我们整个社区的整个景观风貌 还有就是道路的围墙的 一个美化的这样的工程 那今天十一点刚好 也在我们的景美村 景美村包含两个部落 就是我们的家湾跟山站 我想说把它打造成 自己部落的一些特色 透过这样的一个经费的益助 让我们的社区美化 更能够改善 秀林村 我们就表示 这次主要是以太鲁阁族的图团 样式来设计 并且符合秀林村的特色风貌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们希望在各个村里面 都有各自的特色 那这个图案当然是以太鲁阁族的文化风貌为主 那图案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希望是由部落来去决定 所以我们透过不同的就是办公处或是代表这里 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们来看看我们部落的图腾 是希望能够设计成什么样的款式 是大家族人会喜欢的 请问一下我们会表示 城乡风貌改善计划当中 以都市规划等跨领域专业的对话 以部落整合 并且唤醒部落对于城乡风貌改造的重视 鼓励公所团队和部落主流们 同意合作发挥创意来彰显城乡风貌的改善成果 公众们与民间交流平台的建构 借此强化国内景观专业设计的实力 让各位可以看到部落城乡风貌改造 对国人的生活品质提升的改造成果 记得就会分享到